大家好,今天我需要屋子外面做我的视频,因为我的房子里有太多人。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有趣故事。 我不记得当时我多大了,我可能八、九岁,但这真的不重要。 为了给你一些视角,我们的家住在被灌木从包围的乡村, 我们的房子位于山顶上,山脚下有许多黑莓,黑莓丛,因为我们的家很穷。 我记得有一天,我和我的弟弟们在山脚下吃当地的黑莓。 如果你以前吃过黑莓,你就会知道他们会把你的手染红,像流血似的。 我看到我们的双手都通红,我有一个很好主意。 于是我对弟弟说,啊,弟弟,我有个好主意。 他说,啊,什么主意? 我说,跑回家,告诉爸爸,你的手被割伤了,会很好玩的。 我的弟弟又小又傻,他说,嗯,你的主意太好了。 我记得当他跑上山时,我跟着他,然后我站在房子外面,从窗户往里看, 啊,我看到我的爸爸坐在电视机前看体育比赛。 就在这时,我的弟弟跑进来喊道,爸爸,爸爸,爸爸,我的手在流血。 我的爸爸吓坏了,他跑向他查看他的声势。 我弟弟说,啊,爸爸,我骗了你。 我爸爸很生气,他把我的弟弟放在膝盖上,开始打他。 我在窗外,笑得前阳后合。 我弟弟一直没原谅我,我爸爸也一直没发现那是我的主意。 幸运的是,我爸爸不会说中文,那是我的经历。 谢谢你们。 谢谢你们。 谢谢你们。